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想和你們分享一下我遇到過的雷品 其實我也覺得自己算是挺幸運的 由買化妝品以來大概兩年左右 真的真的買化妝品來說 我遇到過的雷品真的不算多 但當中某些都是因為聽到很多人推很多youtuber說 好好用才買的 那我就對他們期望很高 但用完之後就覺得在我身上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我就會更加失望 那首先要說的就是這個人人都賺的Tarte的Amazonian Clay Powder Foundation 那我買了它差不多四個月 我用過它三次 三次都是買完之後用的 那我呢三次都是 雖然就立刻下去是出不了 而且完全可以接受不到這個foundation 在我臉上出來的效果那個樣子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其實這個是我人生第一個foundation 我是很抗拒用foundation的 但我用CC cream或者BB cream 是完全不會出現一個粉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我就不覺得是我皮膚的問題 但用完它之後我就覺得這個powder是真的很不行 就是上完我的臉之後 我用完它那個掃一起上 你會覺得非常的粉樣 那些粉是很卡好卡 是會看到一塊一塊粉 一些有粉一些沒有粉的 用完整是一粒一粒的上了我的臉之後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 那我當時皮膚的狀況我覺得是真的很好 那我當時皮膚的一粒一粒的東西都沒有 所以我就不覺得是我臉的問題 而是它粉的問題 可能我真的不太適合用粉狀的foundation 所以它在我臉上真的完全不行 那我真的很失望 這兩樣的加起來都是挺貴的 但我真的用了它三次 我真的受不了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覺得 之後就到這個 在Saphira排名No.1的concealer 那就是Nurse的Radiant Creamy Concealer 那我就是用它來遮我的黑眼圈 那我畫一個到三個人的方法 我試過用一支掃來掃開它 它完全blend不開 我現在真的有一個延伸 延展性 是完全極短的 那我也都試過用手指這樣碰開它 那塗完之後呢 它跟我的皮膚是格格不入的 就是你會覺得遮瑕膏和皮膚呢 中間有一層東西 是完全blend不在一起的 那我就覺得這個價錢也比較貴 有一個quality我接受不到 那還有呢 它那個前面的海綿呢 你塗上你的眼底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不舒服 就是它是比較硬的 就是可能因為我用它之前 是用Dear Skin Star Concealer 它的海綿是非常軟的 所以你會覺得塗上眼底 很舒服 很smooth 就可以塗出來 但是用完那支 再用它 我就覺得 它比較 比那支真的不太好用 而且它們的價錢 就是相差一元 但是Dear Skin Star Concealer 的所有東西 我都覺得很好 那還有一件很嚴重的 就是我第一次用它 就想試一下它 我就沒有設定它 那我塗完之後 隔了兩個小時 我的眼紋就已經浮現出來 那些concealer已經卡住了 我一條眼紋 因為我有一條比較深的眼紋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到 隔了兩三個小時 我沒有設定它 就已經卡住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是 不可以接受的 亦都令到我對這支concealer 非常失望的 然後呢 就到這支 YSL Sheer系列的 銀色唇膏 我買它的顏色 就是這個比較 Baby Pink的顏色 我就是不知道 是否因為這個顏色的關係 塗上我的嘴之後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我也明白它是 sheer的系列 所以沒有那麼顯色 都是明白的 但是它是 顏色方面 是完全零分別 明明是零分別 除了塗完之後 你的嘴是潤了 很亮之外 是真的顏色 水皮完全跟你的嘴上沒有差別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給這個價錢 買了一支潤唇膏回來 還有呢 雖然你一塗上去 是真的很潤 你不需要塗潤唇膏 但是你塗一層 就覺得 亮亮的 很潤 但是呢 隔半個小時 就會乾了 所以 唉 好失望 真的好像給這麼貴 買了一支潤唇膏 還要是潤得過半個小時 接著就到這支MAC的唇膏 其實它就是我唯一一支MAC的唇膏 就是因為我買完它 我就真的不想再買其他的唇膏 因為真的 差到 不能再差 我覺得這樣說是很壞 但是 真的完全沒有 任何好的地方值得我講 首先呢 我最不喜歡就是它的氣味 你聞起來 它是非常重 唇膏味 就是很 artificial的味 然後呢 是好像那些 你在10元店買回來的 唇膏的味 非常之不喜歡 然後呢 它是乾到 喝飽 乾到喝飽 真的 即是塗上去 你不塗上唇膏 你的死皮是完全顯出來了 即使你沒有死皮 你的唇膏會出來了 總之塗上唇膏 再塗它都還覺得乾 我覺得 所以 就是這件事 我真的已經完全不想再碰它 然後還有一個呢 就是這支 Bobbi Brown的Crayon的Eye Pencil 一句說實話 不防水 不防油 我用它來畫內眼線呢 即使我設定了眼底的concealer 它都會脫到七彩 即是脫到紅貓眼 然後 因為它都比較粗 所以畫外眼線會覺得非常誇 所以 畫外眼線又不行 畫內眼線又脫 所以 只是一件事 我真的 真的不可以再碰 你看我完全沒有怎樣刨過 還是很長 因為我真的接受不了 真的不可以再用它 因為永遠都會令到我紅貓眼 另外一支要說的眼線筆 就是這支NYX的眼線筆 它就比較便宜 但它整體來說 反而還好過Bobbi Brown那支 即不是好過 沒有那麼差 它防水防油的程度 是我試過用過來畫我的內眼線 它頭半天還可以 不會怎麼脫 但過了五六個小時 它就會開始在眼尾的地方 脫一些黑色 在下眼線上 有一點紅貓眼 但它那個 筆頭其實是轉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挺方便 不需要刨 它粗幼度也OK 但你用它來畫外眼線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很不Smooth 畫出來是比較乾的 即是你的外眼線 這個眼皮 其實有些 你閉上眼的時候 它有些皺皺的 所以你畫的時候 它是會 這些色是上不了 你皺皺的位置 所以你畫出來 會一塊一塊一塊 一塊有色 一塊補色的畫出來 就會很不美 你會再補上色 所以就非常不方便 但它整體來說 是沒有Bobbi Brown的感測 真的 然後又想說一下 不要用的胭脂 首先就是這個3CE的胭脂 其實一個好的胭脂 最重要就是持久和顯色 它是兩樣都做不到的 我不喜歡它 因為它的顏色的關係 它是比較 橙橙的 肉肉的 沒有我們平常用的胭脂 那麼鮮色的關係 它在我臉上 是真的 不是很顯色的 我用一支掃一掃它很多很多層 它都是顯到一個小小出來 所以 視乎你 如果你喜歡比較自然的胭脂 可能它會適合你 但我就會覺得 掃胭脂 起碼掃三層就要顯到色 它就真的要掃很多很多層 才顯到色 所以我真的不是太喜歡它 最後一樣 就是這個Revlon的胭脂 其實它的顯色度真的不差 你用一支胭脂掃一掃上臉 真的挺顯色 但是 你搭上那個位置 顯色的位置就是那個位置 即是它不是很 bland 所以就不能做到一個 比較自然的效果 而且它的粉粒 都比較粗 所以你搭上臉 你會覺得 顏色很實 所以 這兩樣東西 就已經足夠我 打它入冷貢了 對了 這些都是我用的 比較不好用的化妝品 都是那句的 每個人的膚質不同出來的 效果都不一樣 我只是跟回我用完的 想分享給你聽 所以我也不建議 也不 希望你們100%相信我講的 真的真的要試過才知道 那件事是否適合你 我只是一個參考 最後也說多一次 我是混合性偏乾的皮膚 對了 希望你們喜歡我這個分享 記得Like和Subscribe 下次再見 拜拜 喂 我拍過你的影片 我知道 你說了很多次 誤了你 謝謝你